從那個賴佩霞的例子就知道 請大家不要亂猜 反正到最後一秒你就會知道 經紀人黃偉漢說 如果不懂干政的定義就不要出來選總統 你怎麼看 昨天喔 因為記者這樣都賣出完錄 你知道 我對那個沒有搞清楚狀況 所以回答有點不清楚 那個認知錯誤回答不精確 如果按照公務人員的任用辦法 我當然知道公務員的任用啦 還有那個什麼利益迴避原則當然很清楚 所以如果是那個行政所長的親人去找那個局處所長來談事證 那當然不對 這我當然知道 我那時候想到什麼 他說乾政 我第一個想到陳佩奇 陳佩奇跟我說那個台北市的兒童是不是可以吃那個輪狀病毒疫苗 後來我們這個就增加一個叫顧問負擔 他還問了我說搞不清楚他題目在問什麼 所以那個講不精確 副手是不是周開蓮這個 這個是這樣啦齁 我們這段期間當然會多方徵詢 但是從那個賴佩霞的例子就知道 請大家不要亂猜 反正到最後一秒你就會知道